針對澳門的民物保護工作 有團體代表認為需要治標和治本 有關部門在加強巡查力度的同時 亦都需要加強市民和遊客的教育 增強保護民物的意識 大炮台長體被黑置 戀愛行建築物長身亦都被亂途亂獲 這種不明明行為破壞住澳門的民物 文化局亦都譴責事件 並將案件交由警方偵查 有團體代表認為 有關部門的緊急收復 只是治標不治本 單靠政府處理仍然不足夠 要治本就需要由教育做起 教育市民、遊客以及下一代 所以可能我們未來的一些 文化遺產的一些保護方面 如果我們有罰則的 包括是我們一些處罰的條例 多少年、多少佛金這些 盡量可能性地去做一些推廣 包括是一類這樣的 例如好像貼一些廣告 或者是在我們出法地 我們可能甚至乎有沒有可能 除了我們禁煙 現在做得好成功 文化遺產保育有沒有可能 我們都覺得希望 看看各方可不可以考慮一下 針對戀愛行亂途亂獲的問題 盧間諾表示 有關部門有必要及早進行清理 還原警官也都希望文化局 能夠定期巡查文物 增加資訊透明度 指文化局 究竟有沒有定期巡查這個 因為我們本身都不是局方 沒有辦法回答這個問題 可能都是人手的關係 它不可能有些個別部門 好像市政署 它有一些可能針對食品 甚至乎一些小販的一些 定期巡查隊 它已經建立了 但是文化局未看到 我們未見到 是有這類這樣的巡查隊 是定期出現的 可能因為 可以資訊更加透明些 令到如果它有 我都歡迎局方出來 說回它有的 盧間諾認為 保護民為工作 需要全社會參與 增強市民的保護意識 包括未來可以繼續加強宣傳 同時 相關部門可以在景點 加設標語或者指示 提醒市民和遊客 澳大衛視記者有悲刑陳健 澳門報導